众手瞩目 苹果终于在今天的凌晨两点钟 公布上一季的财报 而且还是找出三年来最棒的一季财报 激烈盘后股价大涨4% 其中看到苹果上一季的营收 受到了iPhone还有服务项目 以及可穿戴装置的三大动能所带动之下 达到533亿美元 年增17% 甚至创下同期新高 而获利年增32% 每股纯益达到2.34美元 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0% 其中高价策略竟然奏效 iPhone X卖得最好 执行长库克还预估 本期的营收渴望达到621美元 这样是不是代表着 我们台湾的相关品盖个股 渴望能够吃香喝辣呢 不过对此消息人士就透露 现在还不要高兴得太早 因为从苹果在大中华区营收的数据 来观察的话 虽然是比去年成长了19% 但是其实中国手机品牌华为 上一季的手机出货达到5400万只 已经成功超车苹果 成为全球第二大智慧手机的制造商 再加上现在中国媒体 联手抨击苹果的APP 包含了iMessage以及App Store 这些都显示中国在于对苹果的态度 已经不太友善了 另外投资也担忧 美中贸易战如果再助升级的话 新一轮的关税也有可能会影响到 苹果在未来中国的市占率表现 对此苹果执行长库克他也坦言 关税有可能会对于消费者以及经济 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不过对于局势 他还是保持乐观的看法 但是资深的苹果分析师 孟斯特他则是预警 认为说iPhone的成长步调 将会进入到了尾声 预期未来几年 iPhone的年度销量的成长幅度 将会落在持平 或者是只有到5%而已 所以对于未来后世苹果的展望 还是要小心以待